专注的眼神 脸上斗大的汗珠 林文青正在圆他的梦 这可以上下 有点左右 从电子业务转行 两年前回到家乡苗栗三亿 开了这一间彩绘木鞋屋 荷兰木鞋 木鞋三亿木雕 感觉好像可以做 好像可以做 然后我就机票买了 我就去荷兰了 机票买了 去荷兰差不多一个月 去学这个过程 我就回来就开工夫 当初投资一百多万 开店两年 逐渐做出成绩 一年卖掉近万双木鞋 品尝甜莓果实的背后 是客家硬警不怕苦的精神 那鞋楦有铝的 有铁的 也有木头 那做铝的就是这样 他本来就不愿意做 翻模 翻刷 他们也是很辛苦做 那个价钱也不是太好 几万块而已 本来都不愿意做 不爱做 不爱做 几个鞋也不爱做 鞋子好不爱做 后面就是跟他炉 炉好几次 好啦 看来他 这也是有挑战性 我来看看 就是这股冲劲 不少游客 慕名而来 大部分都是慕名而来 就是专程要画的 他如果要来 他就是要画 但毕竟自己是道地的客家人 总想要替客家文化尽点心 于是荷兰的泛谷 遇上了三亿的木雕 勾勒出这样的客家风情 木鞋花色 就会上油桶花吧 但光这样还不够 个人签名 因为可以让游客动手做 把包包你准备好了 亲子三人体验动手画的乐趣 我们也有曾经那个阿嬷来画 那个 他有特别讲 你不要教他的孙子怎么画 他说 小朋友图的就是最漂亮的 这间彩绘屋有着林文青的大梦想 来到彩绘屋的游客 透过画笔 也完成他们的小梦想 你那个有创造力是不够的 有很多创力的想法是不够的 执行力才是重要的 荷兰木鞋遇上三亿木雕 泛谷夏日葵 比美客家油桶花 艺术冲击出美妙火花 也映照了梦想发光 小小木鞋才踏出我的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